重度脂肪肝看过来 除了减重 还要注意好这几点 大家好 我是中医理医生 在我们临床上 重度脂肪肝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 患者朋友们可能会出现浮水 或者下肢水肿的症状状 常常还伴有低钠 低甲血症 肝脏处痛 若不重视治疗的话 最终有可能出现肝硬化 肝功能衰竭 甚至肝癌的发生 严重危害到患者朋友们的生命健康 关于重度脂肪肝的治疗 我们可以从药物降脂 演示条理 保肝治疗 以及对症治疗 这四个方面进行 下面我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第一 药物降脂 治疗重度脂肪肝的话 往往会使用到去脂药物 降脂药物 或者是抗氧化剂等 使用这些药物的作用 是触及肝内脂肪消退 从而防止该细胞坏死 和炎症的发生 但要注意使用药物时 需谨慎 应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 第二 饮食条理配合运动 饮食条理 对重度脂肪肝的患者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管缩嘴 对病情的恢复才有帮助 平时的饮食方面 应以低脂 低导固醇饮食为主 并且要饮食清淡 平时还应注意 适量的体育锻炼 来帮助控制体重 可以多食水果和蔬菜 还应记久 而制定并坚持合理的饮食制度 对于每个重度脂肪肝 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平时还可以多吃瘦肉 鱼类等富含 轻止性物质的膳食 这样才有助于 促进肝内脂肪消退 第三 饱肝治疗 重度脂肪肝的患者 除了在医生指导下 正确用药之外 平时还需要注意养肝护肝 可以通过服用一些养肝药物 来改善肝功能 修复肝水丧 防止肝纤维化的出现 从而加快体内脂肪肝的分解 如期用药的话 需要遵照医嘱 第四 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主要是通过去除病因 控制原发病 从而可以防止脂肪肝的形成 比如药物的副作用 毒物中毒 甲状腺功能抗进或减退 重度贫血等 在治疗重度脂肪肝时 应积极告知医生 是否存在其他疾病 或正在服用其他药物 这样可以帮助医生 更好的判断和对症给药 这就是关于重症脂肪肝的 四种治疗方法 对于已经确诊了 重度脂肪肝的朋友 应严格按照医生的医助 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 对缓解脂肪肝 才会起到积极作用 不可盲目用药 或者因为治疗心切 而天袭各种民间的偏方 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对疾病的治疗和恢复 是起不到任何帮助的 那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